接下来这则新闻恐怕也是希望能和民众沟通一下 这个西头风景区景色相当的优美 但是最近却出现了一群人 他们看起来很像是游客 但是其实是把这个西头风景区当作是自家的菜园 他们大剌剌的把这个竹笋 金针花还有药草呢 都收割回家煮来吃 被称为这个收割族的中年妇女 现在让园区很头痛 妇人在西头风景区里忙着弯腰 收割一株株的草药 还随身自备塑胶带 一找到据说可以顾干的普特拉草就连忙摘下 有别于一般的登山客 像这样专心采集的富人们 似乎把西头风景区当成了开心农场 区内的山菜 竹笋 金针花 也都成了偷挖下锅的佳肴 对于这些收割族的行径 园区很头痛 这应该被采的吧 前两个礼拜来超多的好不好 甚至应该开满金针花的生态池 花都来不及开就被摘下来吃 西头园区不洒农药环境天然 吸引外县市民众不辞老远来摘纯天然蔬菜 但根据森林法摘取森林产物的游客 可处半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并科罚金 恐怕也得面临得不偿失的处罚 联合报 吴思平 南投报导